光天化日之下 一名38岁的成年男子在街头竟然被人强行炉上车 那结果就一度有人误传 是便衣警察用粗暴的手段捉拿通缉犯 但原来是另有内情 网络疯传的影片显示 一名男子被几名壮汉 强行拉上一辆白色丰田wellfire的休旅车 那过程中 这名被脱去衣服的男子激烈反抗并高声呼救 结果就遭到殴打并被制服带走 不过有好几名建议勇为的摩托骑士 是紧追着卢人的休旅车 还几次试图要把车逼停 但是都没有成功 但却在大家针对这些流传的影片议论纷纷的时候 警方也挺身交代了这起事件 证实男子是被身份不明的人士 炉走5个小时之后 在巴生地区被释放 接着便到警局报案 根据警方的文告 这名男子是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 准备到安邦一家餐厅用餐 但却在餐厅前被一群本地男子强行掳走 那时候这名男子的脸部以及脚 都有一些伤口 并已经在安邦医院接受治疗 那经过初步调查 警方将这起案件归纳为男子 以及雇主之间的债务问题 目前警方正在追击那几名无人壮汉的下落 并开档调查这起事件 那身为局外人的我们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交由警方去进行更详细的调查吧 继续留守热电网站以及各大社交平台 最终更多的时下热门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